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暗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艾里克斯 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男人 伊隆马斯克和杰夫贝佐兹的明争暗斗呢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 好戏联台 同时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投资机会 亚马逊对Revan的豪赌呢 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那这家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呢 在公开市场上实现了爆炸性的首次公开上市 电动卡车制造商Revan一夜之间 从默默无闻 一跃成为了市值1000亿美元的华尔街宠儿 它的突破成功呢 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一个非常强大的粉丝 就是杰夫贝索斯 那还有呢 不是那么直接的 这个粉丝的死敌 伊隆马斯克 Revan在首次公开发行中筹集了119亿美元 这是今年最大的新股发行 电动卡车制造商Revan的股票呢 在周三上市后是连续几天 一直飙升 那他有望成为继特斯拉之后 最有价值的美国汽车制造商 Robert G. Scaranty于2009年是创立了Revan 比特斯拉上市呢 早了一年 这家电动汽车公司呢 尚未开始产生实际收入 38岁的斯卡林奇呢 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 他让他们相信呢 他对电动汽车公司的一个愿景 就是他要向想要电动汽车的消费者销售产品 也要向那些正试图大幅减少 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公司销售产品 斯卡林奇在IPO招股说明中 致股东的信中说 2012年他不再致力于创造一款高效的跑车 而是开始专注于如何最大化影响 斯卡林奇表示 我们开始考虑卡车SUV和跨界车型 因为呢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展示一款干净的 以技术为核心的车型 如何消除长期以来被接受的妥协 我们希望通过结合效率 道路性能 越野性能 实用功能和产品改进 来树立我们的品牌 这在市场上是不存在的 该公司表示 SUV20000S和R1TP卡已经收到了55400份预购订单 并与亚马逊签订了到2030年生产10万辆电动货车的合同 然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相信Rivian能够组装这些汽车并实现盈利 是一场巨大的赌博 那Rivian与特斯拉的公司模式不同 那特斯拉是该领域中唯一一家转型为盈利高增长企业的公司 但它仍是一家像软件制造商一样经营的汽车公司 那大部分的炒作都是与CEO伊隆·马斯克有关 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净资产是接近了3000亿美元 主要是与他持有的特斯拉股票有关 斯卡林奇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与马斯克的财务业绩是相距甚远 但他创造了一种类似的所有权结构 赋予了他巨大的权利 总部位于加州欧文的Rivian有两类股票 那斯卡林奇只持有1%的A类股票 即那些由广泛的投资者持有并可以交易的股票 但他拥有100%的B类股票 每一股的股票全是A类股票的10倍 加起来兼任董事会主席的斯卡林奇 拥有9.5%的股票控制权 他的否决权甚至更大 这是因为要在董事会层面 或者是公司章程中做出任何重大的改变 至少80%的B股持有者必须同意 除了拥有大量的股票外 如果公司表现良好 斯卡林奇还有机会大幅增加自己的财富 该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认 押注Rivan就是押注斯卡林奇 我们高度依赖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obert J.Scarinch的服务和声誉 该公司在申请文件的风险因素部分表示 斯卡林奇博士对我们的商业计划 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如果斯卡林奇因死亡残疾或其他原因而停止工作 或者他的声誉受到了个人行为 或者疏忽或者其他他能控制或不能控制的事件的不利影响 我们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不仅是斯卡林奇从公司的IPO中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那Rivan的企业持有者拥有更大的现金 亚马逊向Rivan投资了超过13亿美元 那截至周四首盘 该公司是拥有Rivan价值197亿美元的股票 那该公司在9月份表示 包括Rivan在内的股权投资总额为38亿美元 Tiro Price及其基金持有价值超过160亿美元的Rivan股票 那全球大羚羊市沙特阿拉伯 卡杜勒提拉夫加米尔的子公司 那控制的价值约140亿美元的股份 而福特拥有是126亿美元的股份 目前市场人士及投资者对Rivan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认为Rivan的估值过高存在泡沫 有两位专家表示 Rivan的估值是远远高于合理水平 电动汽车制造商Rivan周二为IPO定价时 创下了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上市17个月以来的新高 据路透社援引The Logic的数据 Rivan的初始估值为670亿美元 在其上市时成为美国历史上市值排名第五的公司 那上一家市值超过Rivan的公司是Uber 该公司在2019年首次公开募股市的估值为750亿美元 但Uber在上市前一年的营收为110亿美元 而Rivan直到9月份开始交付其第一款车型R1T皮卡时 才实现营收 那撰写电动汽车行业研究报告的吉恩·蒙斯特表示 截至周三结束 Rivan的估值已经飙升至860亿美元 超过了福特当时的市值 超出了合理水平的数量级 他说我很震惊 现在的估值已经高得离谱了 它们真的很少有相似之处 蒙斯特表示 根据Rivan未来几年可能交付的车辆数量 约450至500亿美元的估值更为合理 在Rivan IPO之前 股权研究公司New Constructs在一份报告中说 他认为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估值 不应该超过130亿美元 New Construct首席执行官David Tarina说 我们对估值感到惊讶 对市场如此非理性感到惊讶 Tarina和Monster都表示 他们认为Rivan的股价 在未来几个月将从周三末的水平下跌 那Rivan的发言人 以上市后的静末期为由拒绝置评 另一种看好的态度 则认为Rivan是政府的独角兽 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免费 政府补贴无穷无尽的时代 这是Rivan公开发行1000亿美元股票的唯一解释 这家电动卡车制造商仅交付了156辆汽车 但投资者押注政府不会让它倒闭 Rivan被誉为下一个特斯拉 然而特斯拉在2010年上市时的营收为9300万美元 估值为17亿美元 Rivan的销售额几乎全部是来自自己的员工 该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的收入最多为100万美元 那尽管如此 周三它还是筹集了近120亿美元 因为投资者的纷纷涌入Rivan的股价随后飙升 Rivan的市值为1250亿美元 是全球市值第五大的汽车制造商 通用汽车去年的营收为1220亿美元 销量为680万辆 其市值为890亿美元 它的首席执行官马利巴拉 似乎对这种市场差异感到困惑 那周三它在纽约时报论坛上说 如果是这样 通用汽车明显被低估了 因为我们在三四年前就投资了电动汽车 现在Rivan正在享受它的政府午餐 Rivan的估值也似乎更多的反映了政府鼓励 并最终迫使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政策 而不是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信心 就连Rivan在其招股说明书中也指出 监管要求和激励措施 以及未来对内燃机销售的禁令 都是业务的推动力 以民主党4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为例 其中包括为电动汽车提供30%的营业税低免 这项补贴将是亚马逊收益 亚马逊已经订购了10万辆Rivan的货车 消费者还可以享受价值高达8万美元的小型货车 货车和SUV的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早先的草案规定皮卡的价格上限为7.4万美元 这将涵盖Rivan的高端R1T皮卡 它的售价为7.3万美元 但通用汽车对此是大发雷霆 因为它的汉马电动汽车起价为79995美元 现在的上限是8万美元 底特略汽车制造商还获得了另外4500美元的奖金税收抵免 用于在有工会的美国工产生产的电动汽车 Rivan在伊利诺伊州的工厂目前还没有成立工会 Rivan的非工会工厂也并没有下跑警惕的投资者 Rivan预计到2023年底 该公司将无法完成已收到的55400辆卡车和SUV的订单 投资者似乎对此也并不表示担心 Rivan还在招股说明中指出 在完成IPO之前 根据2012年的Jobs Act 它将被视为新兴成长型公司 这意味着这家市值100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 不必遵守许多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披露要求 或者是会计准则 这似乎也没有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即使是在其他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最近出现很多问题之后 那今年夏天 在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骆子敦提醒投资者说 我们是否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 存在很大的疑问 此后是富士康以2.3亿美元的价格 将其位于俄亥俄州的骆子敦的工厂出售给了富士康 从而获得了资金注入 电动卡车制造商Workhouse Group 本周也披露 他们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联邦调查 显然与今年的股票交易有关 当时有传言称该公司将获得美国邮政服务 也就是USPS的合同 但好像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自那以后呢 该公司的股价是暴跌了80%以上 Rivian呢 可能不会遇到那么多问题 但投资者呢 也很难判断 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时刻呢 我们正看着政府实实在在的 为我们眼前的一个新行业背书 那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呢 都将资本引导向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呢 你仍然可以看到一夜暴富的机会 如果你所在的行业受到了政客们的青睐 人们对Rivian的热情呢 可能有几个来源 一个是呢 人们对电动汽车普遍持乐观的态度 许多分析师呢 也预测 未来几十年 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超过汽油动力的汽车 另一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近年来特斯拉股价的大幅上涨 自2020年初以来呢 特斯拉的股价上涨已是超过了1000% Monster说寻找下一个特斯拉的投资者 没有很多令人信服的选择 因为许多与Rivian的竞争初创公司 要么引发了争议 要么似乎没有足够的潜力 获得广泛的客户基础 Rivian瞄准了美国汽车市场 最受欢迎的细分市场 推出了皮卡R1T和SUVR1S 同时呢 也在生产送货货车 那亚马逊在2019年订购了10万辆送货货车 但该订单还没有约束力 Monster表示呢 对一些人来说 Rivian与特斯拉相比呢 可能显得相对便宜 截止周三上午 特斯拉的市值呢 为1万亿美元 即使Rivian的股价呢 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波动 那该公司也从IPO中获得了需要的东西 也就是足够的现金 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呢 特斯拉总共是花了17年时间 才筹集了120亿美元 包括上市前的投资 Rivian目前已经筹集了230亿美元 另外呢 就是Rivian的合作火盆 包括亚马逊和福特 为机构投资者打了良好的质量标签 这是大多数上市电动汽车公司 无法做到的 还有就是对错失良机的恐惧感 也进一步推动了Rivian的股价上涨 未来几年呢 可能会有颠簸 但Rivian似乎也有足够的缓冲 来吸收这些颠簸 近几年呢 全球汽车行业已经转向了电动汽车 这在一定程度上呢 是由于世界各国呢 更严格的汽车排放规定 以及各国政府为逐步淘汰 汽油发动机汽车设定了时间表 包括福特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 在内的传统汽车公司 正在将自己重塑为电动汽车生产商 那华尔街对特斯拉等纯电动汽车 制造商的热情呢 最高 与传统汽车公司相比呢 投资者已将他们的股价推高至极高的 适应率 他们压住未来几年内消费者将改变 对他们的忠诚 但福特最近受益于投资者对其所持的 Rivan股份的热情 福特的股价呢 今年是上涨了122% 在Reddit的华尔街赌注论坛上 交易员们也瞄准了新上市的Rivan 并表示呢 他们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 多年来呢 特斯拉一直受到各个投资者的欢迎 是论坛上讨论最多的股票之一 投资总是有风险的 Rivan是否能达到炒作的效果 大家都在猜测 对于投资者来说 知道Rivan得到了像贝索斯一样的 财力雄厚人的支持 或许呢 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了解更详细的市场趋势判断 和交易策略分享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